中華職場 中華職場 也被換上來要接管一壘房區喔 那特別是等 中華職場 所以這個就是我等著 對上前隊友有沒有機會 以來一隻大船 這個半局中心兄弟很強勢的回歸 中華職場 中華職場 我覺得很有意義耶 因為過去來說一直到現在 在中華職場 好像沒有辦過這種比較隆重的 背號隱退 那應該算是第一個吧 那當然之前有但是沒有那麼像佳哥那麼隆重 因為他會讓現役的球員 會有一個追逐的目標嘛 就是說我希望我以後的球衣也可以隱退 那這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榮耀 因為你的球衣可以隱退 它是非常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那成為職業球員已經很難嘛 你的球衣又隱退 代表說你是非常偉大可以寫進歷史的球員 我覺得是值得的 學長是台灣頂尖的選手 也是非常值得學弟們去學習的典範 我是值得他的背號是應該是要這樣子 在台灣你要看到球衣退下來 真的是很難很難啊 你必須像我剛剛也有談到 就是球場上還有私底下 都要受到很多的評分評價 你才會有這樣的容易去 球衣不只是給你辦一個風光的 球員生涯結束 還要辦到球衣退休這樣 對上前隊友有沒有機會 也來一次打球 我覺得因為我都打他後面嘛 棒次這十多年啦 然後學到一個最厲害的一個技術就是選球 因為他是宗旨保送王 因為他非常厲害 而且他第一名嘛 第二名跟他又有一段的落差 我們可以看到國際賽關鍵打擊的時候 那樣保送往往都通常都很重要 從他身上學到這個 然後我過去從成才轉到兄弟 然後我就發現 就是恰哥一揮棒的時候 就會形成那種有效的擊球 不揮棒就是通常都是壞球 所以他其實他出手的那種次數其實不多 因為他都在選一個很好的一個球去攻擊嘛 所以他打擊率跟上野率非常高 那這兩點就可以足以幫助球隊啊 球迷說你是亞洲選球王 但是你的選球是從恰哥在那邊學 我真的從他身上學到了 那時候還有冠任嘛 這兩個選球非常厲害 那冠任是不容易被刪針 那恰哥是保送非常多 這他們非常厲害 球局下半只有在下半局面對羅家園 就是會對大家去做一些 我覺得是一個文化傳承耶 他會把過去的一些精神 帶給我們帶給年輕球員 我覺得他是一個榜樣耶 所以他的球衣退休我覺得別具意義啊 那個精神還在啊 對啊然後可以一直這樣傳遞下去 然後大家看到那個號碼就會 想到他講過的話 還有他做過的一些事嘛 我從進來跟他拿一個冠軍 然後經歷了很多的失敗 他給我的鼓勵也很多 那我也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 該怎麼樣去以身作者 然後做給學弟們看 因為學長其實不多 不多話 但他會做給我們看 然後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精神 希望能夠從他身上學到的東西 再來教給其他學弟這樣 對 有時候我們在春訓的時候 恰哥會出來打擊這樣 然後看到他打擊打到手破掉 就是滿心疼的 對啊 因為也是破掉然後流血這樣 在我去年或是剛進來那一年 就是會遇到一些狀況 就是還不熟悉職業的一些 在球場上要怎麼調整自己 然後恰哥都會指導我 引導我說 要怎麼去調整 然後讓我不用去想那麼多 就好好的 盡全力去打 這一棒打左半邊的飛球 左外野手向後退 向後退 出去 對 我覺得 在跟恰哥相處的這段時間 他可以說是球隊精神裡 他也給我很多的 提點協助 他在比賽的高度專注 我覺得是我影響最大的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在2008年還是北京奧運的時候 台灣辦了一個熱身賽 我們兄弟跟中華隊打 然後我安打上去 平常我會跟恰哥有說有笑 在那場比賽裡面 我跟恰哥打招呼了 恰哥就是點個頭 但是你會嚇一跳 恰哥平常不是這樣的 那他的眼神 跟他在準備這個比賽的時候 專注力跟精神力 你會那個震撼感還蠻大的 後來就那場比賽以後 我自己發現 其實我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要去努力 我一直不斷的在學習 無論是任何的比賽裡面 都能夠維持有這樣的一個高度專注 這樣 所以恰哥讓我很佩服的地方是 他無論是場上場下 他的態度都是非常客氣的這樣 他不會很輕易的 把他自己內心的想法 顯露在他的外表上 我就想說我是內向的 但是他是悶燒啊 沒有 恰哥不要生氣這樣 我們應該是很專注的 應該是很嚴肅的 在盤這間退休球衣 對啊 恰哥平是我很尊敬的學長 對 這間球衣值得跟著你一起退休 這樣這是一個 球員很想要的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你做到了 然後我們會朝這個目標去努力 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羊羊 看完影片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記得幫我點一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 最新的影片囉